为了要拉台人气 国民党的人气王韩国瑜 今天下午来到的是台北大安文山区 替国民党市议员候选人高杨凯的竞选总部来站台 消息一出 很多的婆妈知道消息 韩国瑜要来 希望赶快见她一面 对他们跑到现场 而高杨凯也亲自向韩国瑜来请教 台北可以如何更国际化呢 创办云林维多利亚中学的韩国瑜 他建议可以从教育着手 鼓励学生多学英文 只有从小开始 台北这个首善之都 台湾才会有发展的机会 同时他也希望年轻的高杨凯 可以为国民党多打拼 开创更多的机会 矮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 再加上网代购